台南永康区永大陆在今天早上九点多发生一起车祸 可以看到一辆价值超过千万的黑色兵力轿车跟白色的轿车碰撞 两车的车主也赶紧下车查看 警方到场除了进行测绘并且指挥交通 原来稍早之前白色轿车的驾驶行驶桥下的快车道 就在左回转的当下不慎撞击到直行的黑色兵力 不仅导致自己的车辆受损 兵力轿车也损坏 而民众见证也纷纷表示撞到这辆价值1300万元到1800万元的兵力 真的是撞到房子了 而目前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